3月24日10点左右 调查组接到通报 一位滕县滕州镇压岗村村民 报告在水田中发现一块疑似飞机残片 后调查人员在位于核心区域以西约12公里的水田中 发现一块长度约1.5米 宽约4到8厘米的弧形残片 残片为铝合金复合材料的结合体 经核实确定为失事飞机一梢小玉的后原部分 在勘验水田中残片的同时 又有乡邻李秀村村民反映 在果园中发现一块疑似残片 调查人员在李秀村基头山果园 发现一块长约8厘米 宽约3厘米的长方形复合材料残片 该残片位于水田中发现残片以北约2.3公里 初步判断是水田中发现弧形残片的一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